戶學蘭官員表示,星期六,俄羅斯導彈襲擊了 烏克蘭東北部哈爾科夫市的一個郵局 造成了至少6人死亡,16人受傷。 戶學蘭總統帖連斯基在Telegram消息應用程式上表示, 俄羅斯導彈擊中了一個中心,這是一個普通的民用物體。 他分享了一段視頻,視頻當中一座大樓的窗戶被炸毀。 大樓前停寫著一個是新郵件字樣的卡車。 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發言人初本科表示, 所有受害者都是烏克蘭私營郵政以及快遞公司的員工。 郵政服務公司在一份聲明中表示, 在炸彈襲擊該設施前, 倉庫內工作人員沒有時間走到被爛鎖。 據檢察官辦公室說,該倉庫被從哈爾科夫以北俄羅斯 別爾哥羅德地區發射的兩枚S-300俄羅斯導彈擊撞。 郵政服務公司。 郵政服務公司。 郵政服務公司。